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让弄别哭的线上Podcast 我是老板爸爸 我是老板妈妈 再度要跟大家分享 下礼拜天3月21号 在高雄梦时代有粉蒙季 那我们也会去参加 希望南部的朋友粉丝也多多去参加捧场 可以带狗狗去哦 那接下来今天 访问的对象是谁呢 就是邀请到我们悄悄和咪宝的妈妈 就是杨爱妈 高雄的领养人 那悄悄跟咪宝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有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请老板妈妈来跟我们分享 悄悄跟咪宝是在2017年台中店找到家的 然后我们都称她 称她的领养人为杨爱妈 那为什么呢 我们后面会再来聊 那我们还记得杨爱妈那一天 来的时候是一个平日的下午 人没有很多 然后她就是一个人来 然后坐在靠窗边的角落的位置 静静的吃饭看狗 我后来知道她特地是来看咪宝的 我就过去跟她聊天 因为有医院要领养的人 我们都会特地去跟他们聊一聊 结果杨爱妈就告诉我 她的狗跟咪宝长得很像 但是因为老了生病离开不久 结果她就突然开始哭起来了 这就让我感到非常的惊慌失措 怎么一个人有一个人讲话讲一讲 突然就大哭了 然后我赶快去拿了卫生纸给她 结果她用掉几乎快一包的卫生纸 然后后来她不但领养了咪宝 而且还把一起等家的悄悄也领养回家了 那我们现在来问问杨爱妈 杨爱妈我们能问问你 当初你为什么会想要领养 咪宝跟翘翘呢 为什么想要领养 其实我 我们家以前就是 有养一只狗 然后它在 就是大概快四年前的时候离开 那那是我们家第一只狗 它也是领养来的 那时候 还没有 那时候安乐死还没有废掉吧 然后那时候我们家就是 妹妹他们都很爱狗 我对狗其实很无感 我对狗非常无感 对因为 其实我是那种甚至就是 放学回家 还是什么 看到有狗啊 我一定会 绕到 我一定会绕到 因为我小时候我被狗咬过 所以我很害怕狗 可是因为我妹妹他们很喜欢狗 他们以前就是有捡过一只 就是生病的老狗 然后 他们好像在我们家 只有照顾几天而已 因为它其实是已经 好像是胜酸 然后已经是末期了 然后那只狗在我们家一个礼拜之后 没多久就走了 然后我妹他们 两个妹妹就哭得非常难过 然后 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 就看他们哭成这样 我就想说 但是狗怎么不见了 他们就说 它送去火化 因为它走了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会 踩一个礼拜的狗 就哭成这样 我那时候好像感觉有点 很错愕 然后想说 你们感情有这么好吗 为什么就 只是 只是一只狗狗而已 然后也没有说养很久 然后他们从那一次之后 就是信信念念想要养狗 然后我妈就看他们这个样子 就跟他们讲说 好啦不然就是 我们就领养一只狗 所以那时候就是 请那个收容所 那时候安乐死来没废掉的时候 然后刚好 有几只狗是好像 即将要被安乐的 然后他们就是有开车 然后来我们家 然后就领养了一只狗 可是这个领养的过程 其实我都没有参与 开车带去你们家的 对对对 这个狗狗是 哦那时候有这个 这种服务 对它就是一个车子 然后可能上面就是十几只 然后好像都是已经公告 就是已经要即将被安乐的 对 现在没有这种东西 是因为没有安乐死的吗 应该是吧 而且那个好像是 因为我们隔壁阿姨 有一个就是他们 专门在做一些狗飼料的 然后他好像有认识的人 好像是他请他们载过来的 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领养了一只狗 所以就挑了一只 对就挑了一只 就是他们本来是看到一只 就是体型比较小的幼犬 可是后来为什么会选雅雅 是因为他看起来很弱势 他就是都说在旁边 然后就是也都不动 然后我们就觉得 你知道小朋友看到就觉得 嗯好可怜哦 然后就说他要养他这样 然后后来就 雅雅就成为我们家 哇那样子挑狗也很坚强 那一车都是 我说那一车都是即将被安乐的 然后你也只能挑一只 小孩子不懂那时候 什么叫安乐啊 但是你们却懂挑一只最弱势的 我不在耶 就妹妹挑的 我其实 妹妹挑的 挑了一只最弱势 就是挑了芽芽 对而且是一只黑嘴狗 他不是白色的吗 没有他是黑嘴狗 对 他他其实是那个黄色的 米黄色的 哦对对对 跟熊妹一样 对对 没有这么黄 但是 他说他说对啊 芽芽是一只黑嘴狗哦 对但是他的也 他的黄色是悄悄的那种黄色 就比较淡的那种 对还是比较淡的 对 我其实 我觉得我真的有点那个 我其实有点忘记 他是黑嘴狗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看你的照片 还是那个太久以前 褪色的很严重 他根本就是白色的啊 我待会告诉你为什么 好 所以 其实在领养他的时候 我过程我完全没参与 我非常的没有参与看 因为我以前就是 都半工半毒 所以我其实不在家的时间很长 对 然后 然后那时候也对狗 没这么上心吗 完全没有耶 我其实不会多看两眼耶 我不觉得狗就是 我不会看到一般人 像他有的喜欢狗 就说啊好可爱 我什么想要过去摸他 我完全不会 对啊 所以那时候 那后来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么急转直线 像很像这个神经病一样 一直在养狗 越养越多只 对啊 怎么跟现在差那么多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因为后来 我后来就是 有养养芽芽之后 其实我跟他其实互动也没很多 因为我后来就是 因为我都半工半毒嘛 那在家时间不多 然后到后来就是毕业之后 我就去外地工作 所以其实我不在家时间很长 所以都是他跟我们 爸爸妈妈 就是村里姐妹 他们跟他们比较熟 然后是到后来我 从外地回来工作之后 回到高雄 然后 换成妹妹去外地念书 然后另外一个妹妹嫁了 就变成照顾她的工作 就是变成是我 对 所以我才跟他妈妈就是 变得很熟啊 很亲密 可是其实我已经就是 忘记他小时候的样子 他其实到后面就是 照顾他这段时间 他妈妈就是年纪大了 我们也没有去算过 他到底是几岁 就是我回来跟他开始相处的时候 他那时候几岁 我们其实以前养狗资讯 没这么多 我们也不会这么去注重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他老化的速度这么快 所以后来他就是身体出状况 因为他后来就是肾衰竭的问题 然后就是你一定要照顾他 因为他到后面就是 完全就是后脚无力啊 就是后脚无力 他不算瘫痪了 就后脚无力 然后没办法自己上厕所什么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要在他身边照顾他 然后每天都要带他打皮霞 所以你知道那一段时间 就跟他变得非常的亲密 对 就拉近那个距离 然后每天都这样子 然后直到他离开的时候 你知道他离开之后 那一段 你看你每天晚上都跟他这样子睡在一起 然后每天照顾他 其实那时候照顾他的时候一天真的睡不到三个小时 因为你都会很紧张 他半夜会不会想要起来上厕所或干嘛的 然后每天一早又要带他去医院排队打皮霞 然后他后来走了那段时间 你知道那段时间就变得 你好像心里有一个地方被挖空了 就是 因为突然不用照顾了 对那段时间好像是你多出来 你不知道干嘛 你忽然就是很不知所措 然后就会开始一直很想念他很想念他 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照顾东西 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 而且你其实这只狗狗你也只参与了 等于是最后的部分而已 就是最后最辛苦的部分 其实前面也是有 就是带他遛他什么 可是其实不知道他后面那段时间会这么快 因为你之前没有养过狗狗 狗狗老的时候真的是 真的会是一瞬间 本来都还好好的 然后突然就急转直下 因为这是第一次养狗 真的完全没有经验 真的完全没有 连家 连我爸妈都觉得怎么就是还好好的啊 怎么会忽然就这样子 真的很快 对 然后我就觉得他离开之后 其实我就开始去想以前的那一些时间 我就觉得 为什么没有多一点时间可以陪他 其实就很遗憾 你知道包括我跟他的合照 我们都是在医院照的 就是我跟他完全没有那种 出友的照片啊 或者是什么 都是我妹跟他们是有啦 跟他有 可是我都没有 因为我都跟他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陪他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很后悔 然后我觉得 好不容易你现在有时间了 然后你也有能力 因为毕竟以前 领养他的时候我们年纪都还小 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很有限 然后再加上 对 其实我们什么事情都是也要配合妈妈你知道的 就是 对对对 小孩子根本也没有什么做主能力啦 那我就觉得好不容易自己有能力有时间 可以这样子陪他 可是就这样子 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离开了 所以心里面一定会有遗憾 那那时候就是因为都很难过 所以我就不知道干嘛 每天晚上就是都哭啊 你知道多出来那段时间 你真的都是一直在想他啊 然后那时候 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就是真的哭到一个很累 可是我又不想睡觉 我就拿起手机滑 然后滑滑滑滑滑 就忽然滑到你们的粉砖 对 然后滑到你们的粉砖 刚好就看到咪宝的 刚被救援的照片 就他的颂养文 然后就刚好滑到他被救援的那个照片 我一看到他 我就跟我 我就刚好传照片给我妹 看说 哎你看 他的眼神跟 跟那个亚亚好像哦 我就说我好想去看他 我觉得那是一个转移的作用也好 或者是什么 就我隔天早上就立马杀去台中 就想要去看他 可是我那时候也是 也没有想要领养啦 我那时候其实不是想要领养耶 其实我们一直以为 你来就是要领养 没有耶 我如果去的话 我想要领养我就会说 或者是我就会提出申请啊 我其实是 毕竟你在那边直接走进来大哭 看起来实在像是 太像是要领养 有人会想要领养是进去大哭吗 我真的是去那边就是 就是一个转移 然后想要去看看狗 我想要去思念 对我想要去思念 然后其实是后来在那边 有跟咪宝就是互动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天的场景 他其实在那边陪我坐一个下午耶 在你旁边吗 没有咪宝一直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他都没离开过 哇那他真的是很会耶 他都没离开过耶 他在那边睡觉嘛 就是你抱他过来之后啊 然后你跟我聊完之后 咪宝就一直 后来你就去忙你自己的事 他就一直坐在那个位置 就再也没离开过 哇他很会耶 对然后我们后来 我国就是要这样子 那我们后来不是就 大家去散步一下吗 对然后后来回来的路上 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后来回来有跟我先生讨论 我就说因为他也没养过狗 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跟我一起 就是领养一只狗 我是后来跟他讨论说 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我现在有能力了 那我觉得 我以前很 现在想要为雅雅做的事情 我以前都没有办法为她做 我想要靠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像一个 我已经长大 然后我现在年纪 我觉得各方面的 处事能力也好 经济条件也蛮稳定的 我想要就是带一只狗回家 然后好好的陪他 一起长大这样 我觉得算是弥补 那个内心的那一个遗憾也有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 当后来为什么 没有 我说阿浩我就跟我先生说 那我可不可以养他 养狗这样 他就说 他看我这么难过 他也不敢说不要 对啊 所以后来就提出申请这样 那你后来为什么 连悄悄也一起领养 因为那时候 我去台中看他的时候 就发现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他们在睡觉 而且他跟悄悄都是一起的 包括 米宝在我 就是在我的那个 位置前面住的时候 悄悄都在找他玩 可是悄悄他完全不亲近人 就是他 我要摸他 我干嘛 他就赶快离开 然后他也只敢在 远远的地方看我 然后他都只黏着米宝 然后我就一直回来 就想说 我后来回来看那个宋洋 就是宋洋文 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 蛮胆小的小孩 对 然后我又看他 亲狗不亲人 对 然后我就看他每一张照片 都是跟米宝 几乎都是跟米宝 连一起的照片 然后我就 他现在应该也是这样吧 对 他们两个感情很好 就是 谁要弄悄悄怎么样 悄悄有时候会反抗或生气 米宝弄他怎样弄都没关系 无极限 所以他们两个 就是从小到大到现在 都感情还很好 他们自己会分小团体啊 我们家不是有四只狗吗 他们两个永远是一起的啊 然后兄妹都被 被孤立就对 有四只狗 还有一只是谁 还有一只在他娘家 因为就在娘家 对对对 因为他年纪太大了 跟他们就是可能会被 而且是小型犬 不能跟他们在一起 对 他现在已经十六岁 他心脏体质有点不太好 万一被这些狗就是玩到 年纪落差太大 对 体型也落差太大 对 所以我那时候回来 就跟我亲人说 可是悄悄就是 他就是都黏着米宝器 他比较胆小 万一我们把他带着 后不觉得 怎么就剩他一个 怎么样 我这样讲我老公大概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他也蛮 蛮那个 他就说 不然你就两只都养啊 很充慧 对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可是我要大概想一下 如果一次养两只的话 可不可以 然后大概算一下 就觉得应该 这样子的状况 应该是还可以 handle得住啦 所以我们就一次 领养两只 对啊 对但是我知道后来 后来当时你们是刚结婚没多久 所以其实还住在婆家 对啊 然后我记得你们一开始是有征求婆婆的同意 婆婆也是答应的 但后来发生了什么困难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嗯 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 我们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买房子了 但是因为房子就是刚买下去 然后我们就是手头也没有多余的现金 可以去做装潢或是整修 因为我们是买种谷物嘛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再存个一年的钱 然后再去做整修 所以我们就有跟我婆婆讲说 就是让我们想要养狗狗 然后就先让它在这边 跟我们住大概一年的时间 然后等我们房子弄好 我们就搬出去 然后我婆婆也说好 因为她也觉得 她以前也有 我婆婆以前也有养过狗 但是他们以前养狗 观念什么不太好 所以我也不知道她后来狗 好 后来狗是送人的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反正她有养狗 就觉得她应该可以接受 所以她就答应我们 可是其实后来回来 没多久 第三天 第三四天的时候吧 我婆婆就开始有一些 不同的声音出来 然后狗狗刚回家 可能还不会电点大小便啊 然后就是乱破坏啊 我婆婆就很受不了 因为那时候咪宝回来的时候 咪宝那时候电点真的是完全不会 悄悄是还好 就是尿泊垫尿盆啊 她都会大概去上一下 虽然不会百分百准啊 但是咪宝是完全不要 她就是想尿哪里就尿哪里 所以家里面整个角落都被她尿过 有时候我们不在家 小便有都这样啊 这就真的随地大小便吗 对对 然后狗狗到新的环境都会这样 对啊 因为新的环境没有自己的味道 所以她一定会到处去留味道 因为像也其实 有但是她婆婆不知道 对 像婆婆老人家可能以前养狗 可能就是养阳台啊 或者是门打开 让她自己去上厕所 自己会回来 对 她觉得她一定要在外面上厕所 她甚至觉得狗应该要养完 养在阳台啊 对啊 然后那时候就是咪宝尿到没有地方尿 她就开始尿墙壁 就抬腿你知道吗 母的给我抬腿尿 我其实也蛮错愕的 然后那时候其实上班的时候 就开始会接到婆婆的电话 一开始是先生接到的 一开始是先生接到 然后先生就会跟我说 妈妈打来说 谁谁乱尿尿什么样 然后有一次是比较严重的 是我婆婆大发雷霆 那一次是因为 咪宝她就是尿在我婆婆的门口 然后我婆婆就是 隔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 一打开房门 她就踩到那一滩尿 就不小心滑倒 老人家这样滑一觉也是很危险 还好她很精壮 我觉得我婆婆看起来蛮nice的 是这样吗 你老公有在听吗 她没有我叫她去睡觉 而且这个我婆婆也不会听 没关系啦 那就好 那就好 那可以放心讲 然后我就想说 我那时候就 我现在跟我讲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很大惊小怪 然后也没有去想到 问我说我婆婆有没有怎样 我就有跟我 我只有跟我 也没去安抚一下 完全没有 差点 我就跟我老公讲说 你看吧 会不会是因为 妈妈每次回来的时候 因为她开始有一些声音的时候 她变得就是会跟这些狗 比较不会 接触啊 态度太好 对 所以她每次回来 其实咪宝跟敲敲 我婆婆回来的时候 她们都会很开心的去迎接我干嘛 可是我婆婆就非常的冷淡 那你知道 有时候狗狗不是很喜欢 就是不知道怎么玩 她可能就会用手啊 或者是嘴巴去咬后脚跟啊 或干嘛的 我婆婆其实就会很生气 那我觉得狗很聪明啦 她会知道什么人喜欢她 什么人不喜欢她 所以咪宝也算是帮自己报仇 结果她们的关系就越来越早了 对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压力也很大 因为我每天去上班 我真的压力好大 我都很担心 婆婆跟她们独处的时候 不会做什么事情 对 然后每天下班就是赶着回家 然后去散后啊 或干嘛的 然后有一次我婆婆就是真的 受不了就打电话来 她第一次打电话给我 她就跟我讲说 叫我把狗送走 她说我如果不知道 要送给谁的话 她可以帮我送 对 然后我就跟她说 不行送走狗啊 这是我的狗 你怎么可以把她送走 然后她就也没讲什么 她就说 她都黑白帮流啊什么的 我就跟她讲说 这个需要花时间啊 我就说高了 打打打打打打就好了 一开始来 不效 就慢慢交双 然后她也没讲什么 然后到了 好像一个多礼拜吧 她真的不行 她就打电话来跟我讲说 她不想要 她隔天就是不想要再看到狗了 她请我把狗带走 直接料中话 对 她甚至还跟我讲说 再这样子养下去了 狗还没死我就先死 我戏里面还算了一下年纪 那时候她还幼犬耶 还幼犬还那么小 戏没算成年纪 嗯 嗯 我就 还20年这样 我就 我真的其实听到这句话 我头皮发嘛 我就想说 怎么有这么严重吗 就是 为什么要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好我会处理好不好 你给我时间 我就已经跟她讲这样 她跟我说 她隔天下班回来 就不要再看到这些狗 所以我后来 我那天晚上 我就跟我先生讨论 我说不行 我觉得我明天应该要请 我不要上班了 我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不然我怎么知道说 我就上班了 这中间的时间 你妈会不会把狗送去哪里 所以我那天晚上就赶快就是 上那个租屋网 赶快找几间房子 然后赶快半夜联络仲介 跟她说 我明天可不可以帮我安排 去看这些房子 去看这些房子 然后 也找了那个宠物寄宿的 然后隔天早上一找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简单的整理一下狗狗的行李 然后我们的行李 我们就先把狗带去寄宿 然后就跟中间去看房子 然后那一天白天 其实很快的就赶快选一间 就是还不会说很糟糕的房子 因为真的太急迫了 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看我们要的物件 你们有进去看吗 蛤 有进去看房子吗 有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但是你怎么会觉得那个房子不糟糕 因为我们都看过 这个杨爱妈有时候会在IG上分享他们家的照片 他们家现在已经住了两年多了 不只啊 但是都是没有家具的状态 我们住三年了 对啊 住了三年了都是没有家具的状态 因为 鸡鸡茫茫的搬进去以后 发现现在那个狗都正在是搞破坏阶段 干脆不要买家具 我们当初其实有想买的 我们当初其实有想买简易家具 想说起码要有个客厅要有个做的地方吧 然后你起码要有个简单的床吧 结果都还没有来得及买这些的时候 他们 我们后来就是房子 先把行李带进来之后 后来去接他们回家的时候 才第二天就发现他们开始就是 啃墙壁啊 啃门啊 我觉得跟我先生说不妙哦 这个家具还是先不要买好了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啃门跟啃墙 因为没有东西让他们啃 对 不知道总而言之你们家 结果你们就真的这样过三年那个家徒 势必苦行真的生活 你是不是连床都没有啊 其实是有床 一张木板床很硬 然后我那时候还跟我先生说 我就很 我其实觉得我对我先生有点抱歉 因为我觉得是我拖着他这样子的 狗也是我要养的 然后又让他就是 家具也是你不要买的 对 然后总不能让他没有床可以睡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个木板床很硬 要不要就去买一个简易的堂皇床回来 就是担任他 因为那个木板床是担任的 我就跟他说 要不要买一个堂皇床回来放 你比较好睡 他就跟我说 拜托我以前是那个什么海陆战队的 对 海军陆战队 对海军陆战队 可以撑的是不是 他说我什么天堂路什么的时候都经历过 我们还要睡什么山洞啊什么的 他就讲得很像 他说没差没差 真的没关系这样 就要去床给他睡我睡地板了 因为那是担任床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看杨爱妈看了很久啊 以前不熟的时候还不太敢讲 后来就是熟了一点才问他说 你的经济状况是不是很不好啊 你这样以为我申请书上面的那个是乱写的吗 你没有回去办理一下我申请书吗 然后我想说你的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到底是有多差 为什么家里都没家具啊 然后想说而且还很久 结果后来杨爱妈就拿出他新家的照片给我们看 说其实他们新家已经装潢好 真的很漂亮哦 而且就是那个家具都全部都是定做 这样子其实他们是有 他们是有一个漂亮的家 但是结果后来喂了狗 其实已经延迟了一两年没有搬进去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因为 又多花了一年时间存钱啊 其实我们那时候 然后接着装潢嘛 可是装潢好你还是没有住进去啊 我跟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不住进去 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房子 其实那时候工程也有延误 因为那时候刚好政府有一些新的 那个对房子的一些那个政策有改变 所以后面又处理一些问题 又延了半年 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们开始又救援啊 中途 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多精神跟金钱 对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反正就是有一些 不是啊可是你家都已经装潢好了 不管怎么样应该是可以搬进新家了吧 因为我一直在找好的就是适当的timing 你知道吗 你知道因为狗狗只要换 到底是怎么样的timing 还是你们其实已经爱上这种苦行真的生活了 没有耶 你知道搬家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你问所有养过 我又不是没搬过 对我就很佩服那种 我每次看到人家带个狗搬家 立马就搬我就觉得好羡慕 为什么我搬了三年还搬不进去 对啊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我除了就是觉得你们夫妻俩爱上苦行真的生活 我想不出别的 没有 这三年我们都已经搬了三次 对啊你看你这三年我们都已经从台中搬到台南 然后再从台南又搬出来住这样子 我真的是一个还蛮能吃苦的人 你看我们家甚至连冷气都没有 我是后来是喂狗才又装的 高雄没冷气会死人 你住高雄耶 竟然没有冷气 而且重点后来会装 后来会装 你跟我老公夏天怎么过的你们猜猜看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冲冷水澡 还是会很热啊 一样就是冲完马上立马去躺好睡觉 冲完之后就穿内裤睡觉这样 然后躺在地上 没有我去买凉席 就是我洗完澡 而且我是冲冷水澡 一冲完马上去躺凉席 然后开电风上睡觉 我后来会去装冷气 可是你们家狗不会热吗 后来有装冷气是为了他们 电风扇都给他们吹啊 我们就是吹两只电风扇啊 对啊 后来就是为了他们装 真的很强耶 竟然可以这样子 没有啦 后来其实我们后来有想要找时间搬 是因为我想要有 你知道狗狗如果要再换一个新的环境的话 其实如果你只有养一只两只还好 可是你知道我狗真的太多了 所以如果有那种比较容易紧张 如果你的狗狗里面有那种比较容易紧张 或者是害怕的狗狗的话 他换新环境一定会比较焦虑 那因为我狗比较多 我又怕那只如果焦虑的话 会引起其他狗的不安 所以我就一直在找 对所以我就一直在找说 适当的时机 就是我可以连续修个几天家 然后带他们过去 然后就跟他们一起住 让他们知道说这以后是我们要住下来的地方 不是我必须要跟你说 你要长长的带他们去 你说有空的时候就带去吗 对啊有空的时候就要带他们去 那我要做一些什么 就是带个 带个几个小时 也不用啊 对带几个小时 然后可能在那边睡个午觉 然后再离开这样子 再离开 然后先让那边有他们的味道 对啊或者是慢慢的把一些他们用过的东西带过去 然后他们去到那边就会闻到自己的味道 好 如果你选好一个timing 然后那一天全部一起过去 那肯定超焦虑 他原本的想法是他要有连续好几天放假 说陪他们待在那边好久好久 对 对啊可是他们这样子一样就是 他要焦虑就大家一起焦虑啊 可是其实我们现在 他一定要 对 一定要常常带他们去 你就让他像是当他带他去玩 然后慢慢慢慢开始熟悉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这样可以吗 应该是可以吧 就是 偶尔带去 有时候一定什么 一个月要去几次这个次数吗 有什么建议 没有啊就是让他知道 让他知道有这个地方 好 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对这个地方陌生就对了 很陌生 对不要突然一瞬间 一夜之间大转变 好 那个焦虑感会提升 我就是因为担心这个问题 然后你也知道加上我们 后来就是猫口数又多 其实搬家真的就变了一个很大的工程 还是可以慢慢搬啊 因为你真的搬太久了 赶快开始行动 还是其实没什么东西好搬 对啊你哪有 对啊你没有东西搬哪里 你那个家图四壁的家 只有一台电视有什么好搬 胡说你知道三年来累积的东西也很多 你突破盲点呢 哪有什么东西要搬 你家明明就超空的 我们这里也是有锅网瓢盆啊 狗狗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的检疫的行李啊 要搬起来 他听起来也就是 我跟你说啦 了不起就一车就结束了 这个真的一车就可以结束 重点是这些动物 人都好解决 这些东西也都好解决 重点是这些动物 照刚刚那个Alan的建议 慢慢的让他去熟悉 好我会这样子开始进行 希望可以快快的看到你们 提升你们的生活平址 对啊不然那个路触趴都已经办了 结果办完还没有入住进去 其实还没耶都还没办完耶 我们人类一定要先来过之后 因为我们加入了之后有狗之后 我们可能就是不能有什么访客来 对啊就是养太多狗困扰 对我想要问你 结果你后来离开你婆婆家以后 结果你们现在的关系还好吗 我们现在吗 可以说实话吗 可以啊他们又不会听 不好耶 但是该要进的义务还是要进啊 对啊 你说过年的时候还是会回去吃饭之类的 不会回去吃饭 我完全不会去 对但是完全不回去 去那他们的年菜我也是会帮忙准备 就是可能会叫我先生拿回去啊 该要那个的还是要 该要做还是要做 那你先生回去吃饭饭吗 没有 不吃 哦 我这样不会教坏大家 他是独子吗 你们不要这样 我这样不会被解读成金氏媳妇 哈哈哈哈 好这个问题我们跳过 跳过 对 好跳过 好 那其实我知道领养了一只领养了悄悄跟咪宝以后 我都会看 我才知道说 原来有这么多的 还会帮我挑错字 哈哈 哎不要这样子 我以前是国文小老师 我只要一看到有错字 我真的不改 我会很痛苦耶 对 很好很好 非常感激 所以我看到领养 就是每一个领养 我知道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天哪 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的 应该说各地啦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流浪动物 就是需要帮忙 然后我怎么都会没有去看到这些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就是 比较少去关注这个 然后可能对狗也 就是对小动物的这个也还好 所以我可能也没有去 仔细去看到这么多 可是看来领养之后 我就开始觉得哎呦好多 然后开始周遭 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流浪动物 我当初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做到哪里 可是我就觉得 你看到他 然后你伸出院的时候救他 就是也是学着做 一开始不懂 我也就是请教古代妈 然后就是 问他是怎么救援的什么的 就是谁知道 慢慢自己越做越有心得 然后越来越上手 以前都是想说 刚好有碰到才那个 现在还会 他的心愿 现在心愿就是要当个爱妈 这样 他很有天赋 我觉得他很有当爱妈的天赋 我这个东西都是你成就我的好吗 爱妈也是你先喊出来的 这样很好啊 这样不是很好吗 就是大家一起帮助流浪动物 我觉得非常好 很多 就是我们开始送养以后 我觉得好多领养人 开始越来越深入的参与这件事 然后就 越来越多人一起 一起帮助流浪动物 你不觉得这很美好吗 对这是真的很好的事 大家就是都会帮忙 这真的很好 可是我 而且每个人都 也蛮量力而为的 我觉得也没有太超过啊 所以我觉得还蛮OK的啊 我觉得我有点量力而为 没有量力而为啊 你有一点点超过而已啊 还没有到很夸张啊 还在范围里面 我有租队有没有办法 我其实算 我觉得其实 在一起养狗这件事情 真的是要理性一点点 包括救援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不管你救援 嗯 我不希望就是搞到 人跟动物都完全没有品质 因为我发现太多 太多人就是为了要去救流浪动物 然后请家淡产啊 然后搞得连家人都拖累到啊 这不是我想要看到的 而且其实猫猫狗狗也没有品质 之前新闻不是有包一个什么 国外的吧 日本 他们好像房子才二十几坪吧 他们里面有一百多只狗 你知道那狗多可怜 是啊 也很恐怖 邻居也很可怜啊 是邻居也很可怜 然后我觉得那狗真的很可怜 你知道那记者去拍的时候 天啊 我觉得那根本就是比他们在外面流浪 还要痛苦 真的 真的 我不想要这样啊 真的那个太恐怖了 真的有时候还不如 这样还不如在外面流浪 比较自由 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那时候我也是有 真的有天天去你讲的话 就是量力而为 然后就是有送出 有送养出去再结 可是有时候就是 也不是我们能去那个预防的聊 刚好那时候就碰到这么多只 你就得一起牢 对啦 我知道你们那个在第一线 有时候也是会有这种困难 但是还是要 真的要很理性啊 嗯 虽然这是在做一件很感性的事情 但是那个理性一定要有 要不然到最后一定非常失控 真的啊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一旦那个的话 你压力会极大 一旦你压 人类一旦压力极大 你后面一定其实就会少救很多 真的真的 对啊 所以其实就是长远来考虑的话 还是要量力而为会比较好 而且也会帮的比较多 嗯 他这样就很厉害 对啊 就是他这条路走很久 然后就是也会控管啊 也会干嘛 对啊对啊 他还蛮他也还算是很理性的 真的 偶尔失控而已啦 哈哈哈哈 但还都还算是很蛮理性的 这样他是很棒的 嗯 对 那我想要问你 像其实杨爱妈 其实从领养啊 然后到后来开始帮忙中途 然后到甚至最近开始 最近这一年多 就开始帮忙我们在做高雄部 高雄地区的家房 嗯 其实生活真的有很大的改变 然后而且也接触到了很多领养人 对 我觉得你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对准备领养的人说呢 嗯 我觉得其实开 后来当任家 就是家房志工的时候 参与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其实跟体验更多 我发现很多人想要领养 都是很感性的 他是以感性为出发点 嗯 就是他就觉得 哦 我想要就是 好像想要就一只 带一只领养一只狗狗回家 好像就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 就是都是因为爱 就是因为有可能 有些部分是因为同情 然后有些因为是可可可 狗狗很可爱 或者是他们会把领养这件事情 想得很美好 我觉得这个都太感性了 所以我都会希望 嗯 要领养之前你可以很理性的去做一些 嗯 评估 嗯 包括你自己本身的时间也好 你的经济能力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倒不是说你要多会赚情 但是我觉得你要能够分配你的金钱 然后你要能够养成储蓄的习惯 否则你 你像这样子 你像我们那时候被婆婆这样子 赶出来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钱你真的是 没办法 就真的是糟糕 对啊 你看我们蜡烛两头烧 房子买下去还没专完还要存钱 然后一边还要缴房贷 然后还要出来租房子 对 这都是开销 那万一这过程中 对啊如果没有经济能力 就没办法应变 对啊 那这当中如果狗狗又生病 或有什么状况的话 我跟你讲你会发疯 所以我希望就是要领养之前 就是可以先想清楚 你能不能就是真的好好照顾这只狗 然后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真的都 你都不要觉得 不可能啊 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诶 就这么刚好 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也没想过我会养狗 然后会养到被砍出家吗 这我也没想过 我其实很多的假设性问题 我都想过了 但是我就是没想到这一点 而且你 可是这个也很 因为你还你也真的 征求过你婆婆的同意 你看他最后 最后还是暴走 对 这个其实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现在去家房的时候 都会要求 那个领养人的家人 全部都要在 嗯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一定要确认 我们一定要自己亲自 就是讲给每一个家庭成员听 就是狗狗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们也不会 也不会只讲好的 一定会把他讲得很血淋淋的 让他们知道 然后看他们的反应 对 其实你应该也有参与过 就是家房后 家人就变挂的 对不对 有啊 就是说不要 其实我是觉得那样是好事 那样其实是好事啊 就像 就不会像你 发生像你婆婆这种意外 不过就可能当初 你就养不到这两只狗就是了 哦 我不行 不行 没有这两只狗 我不行 没有婆婆没关系 哈哈哈哈 不是我真的是觉得 你要解释你自己的处事能力啊 你能不能 你到底能做到怎么样的状况 对假设说今天你真的 你寄人篱下 真的要养 对你真的要养 你真的要克 如果被赶出去了 你可不可以有精进 对因为你看真的 我们看到很多 好假设啦 不要不会被赶出去好 假设今天你被邻居检举了 狗狗吵闹是什么 你被迫搬家 你有没有办法 马上就是处理这些事情 对 而不是说要把狗 就是又退回去啊 或者是你不能养 然后又要 我觉得这个 真的都要先想好 你要感性 等你真的领养回去 你要怎样跟你嫁狗感性 都没关系 可是你要领养之前 你要先理性的去评估一切 因为我觉得 其实这个说到底就是 要看真的经济能力要够 因为经济能力够 你才有办法应变这一切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平常的储具就很重要啊 你知道有些人是月光族很可怕欸 对啊 你像有些人赚好 我这样讲有些人赚很多钱 可是他不见得愿意把这些钱 花在狗狗身上 对 对 可是有些人他可能 确实 他可能只赚三万块 可是他可以在狗狗身上花两万 对 对 对 我们确实都有这种领养人 看很有钱的很有钱 但是 不见得啊 那个 对对对 有说连一点小小的钱 他都不愿意出 对啊 我觉得你可以付出到哪里 这很重要 所以真的要三思而后行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神明 就是要对他负责到底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嗯 没错 对啊 我们那个也谢谢杨爱妈 就是这几年 从一个领养人 到 到中途到家房 也给我们很多协助 然后我们来南部以后 也帮助我们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谢谢 有啊 有很多啊 我觉得例如说 精神上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很多行动上的支持啊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杨爱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好 如果你想要听见谁领养的故事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或许他就会出现在下一集哦 那杨爱妈拜拜咯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